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围城新闻 我是主持人光慧 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华人社区的 两个非常高兴的一些事情 那首先呢是我们的华人春晚 大家每一年最期待的就是 我们的年夜饭维多利亚的华人春晚了 今年的春晚时间会是在2020年的1月18号 地点仍然是优惠克的这个礼堂 我们的门票呢一直是持续多年不变 是15块钱一张票 下周开始就可以在网上开始预约了 所以大家要赶快的去网上购票 选择选到一个好的位置 从下周开始呢 我们的维生新闻也会有系列的报道 来给大家介绍更多的相关春晚的一些细节 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维多利亚的好声音 维多利亚好声音开始以来到现在 已经得到了很多很多华人的喜爱 那今年有很多的人报名 今年截止的日期呢是2019年11月11号 双十一这个日期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要赶紧报名 不要等到最后一刻 接下来还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 大家可能经常经过Downtown的Base Street那道桥 非常的不方便 因为一直以来就是单边放行 那好消息呢是从周一开始 这条桥要开始双向通行了 这个是白天的情况 晚上仍然是向西的单边放行 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到11月底 那据说我们这个桥呢 政府也是花了610万来去修缮 整个时间从5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底 最近我和我的朋友们 接到很多各种类型的诈骗电话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讲着华语 然后有的说是 我是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 有的说我是中国海关的工作人员 那如果接到这样的电话呢 您一定保持镇静保持冷静 最近三立系的这个市政府和警察局 就严重的警告我们华人社区 通行这样的诈骗电话 首先我们的中国政府和海关 是不会通过电话直接联系个人 第二中国政府也不会在加拿大的领土上 行使各种类型的法律活动 第三呢如果您接到这样的电话呢 您首先要弄清楚我们的 这个加拿大和中国政府 是不会要我们个人提供任何形式的照片呀 这个视频等等的个人信息给他们 所以如果您接到这样的电话 已经严重的干扰您的平静的生活 您可以拨打下面的这个警方电话 寻求帮助 接下来一条新闻一定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了 最近一段时间维多利亚的雨水很充沛 前段时间就是下了大概两个星期的雨 那地上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色彩鲜艳的蘑菇 那大家千万不要去务实 特别特别是要看管好自己家 五岁以下的小孩和宠物 因为有一项研究表明截止到2019年9月30号 温哥华岛的这个蘑菇物食毒蘑菇死亡的人数是一直在增加 那今年就有三岁以下的儿童和宠物狗 物食毒蘑菇死亡的案例 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蘑菇呢 它叫死貌蘑菇 在我们温哥华岛 特别是温哥华岛的南部 是经常能够看见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它的模样 千万不要误实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小贴士啊 就是如果长在草地上的蘑菇一般都是有毒的 如果长在松树以下的呢 就稍微的好一些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 千万不要去尝试自己不知道的一些蘑菇 最好是去超市去购买 最近一段时间维多利亚地区发生了多起轮胎被刺破和划破的事件 截止到今天为止已经有超过30人的受害者 很多受害者表示 头一天晚上把车停在了路边 当时好好的 第二天一起床 发现轮胎被刺破 完全泄气 车也没办法正常的行驶了 那目前为止呢 警方没有得到任何的一些线索 不知道这个嫌疑人的他的动向 以及不排除多人作案的可能 如果你有任何的线索 也希望能够主动的联系警方 大家都知道 加拿大是枫叶之国 所以除了最美丽的四月的樱花季 还有就是现在的这个枫叶季了 最近一段时间维多利亚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有的枫叶呈现不同的颜色 有红的黄的橙的等等五彩缤纷 那今天要推荐给大家五个最好的去处 第一呢就是Golden Stream Park 在那边您除了可以欣赏到非常漂亮的一些枫叶 还可以看到三文鱼回流 非常的震撼 那第二呢就是可以邀上三五好友去一趟咖啡厅 在维多利亚有很多的咖啡厅 您可以在午后三五好友一起 坐在咖啡厅里面享受浓郁的咖啡香 同时看着窗外的红叶飘落 享受一个惬意的午后时光 那第三呢我们维多利亚有很多的这个走路和骑行的很多路线 非常好比如说您从Downtown出发去到Sook或者是Sandishton都有很多的一些美丽的小路 您可以跟朋友一起去享受一下枫叶美景 那第四呢就是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日落了 最好的观测的地点呢就是Mount Tommy 在那边您可以往Downtown的方向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整个城市的景象 静收眼底 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间的枫叶是层林静蓝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第五个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公园了 秋天的维多利亚呢公园也是非常的漂亮 比如说我们著名的Bushel Garden 还有我们的Beacon Hill Park等等等等 大家都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在接下来的一周一个长周末马上就要到来 并且小朋友最喜欢的Halloween这个节日也要到来了 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在维多利亚很多的居民门前已经装点的非常的漂亮 那在这一天呢10月31号这一天呢 所有的超市啊商场啊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我们也给大家去搜索了一下 在当天10月31号的2点到5点当中 在Oak Bay会有一个药堂的活动 然后3点30分到5点呢在省政府门前也有相关的活动 如果您家有小孩呢不妨在2点钟到达这个Oak Bay 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药堂活动 然后到3点30分去省政府门口去体验一番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维城新闻 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些 接下来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资讯 下一期维城新闻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